嗨 大家好 我是妹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要分享一組在家裡就可以完成的 15分鐘胸背以及三頭的訓練 什麼不用器材就可以有效斷面上肢嗎 沒錯 今天的訓練只會需要你的自體物重 以及家裡的一張椅子就可以完成 如果你準備好的話就跟著我開始吧 GO 今天的訓練主要會分為背 胸 以及最後的手臂跟核心 如果你準備好的話 趴在瑜伽墊上跟著我開始第一個動作 伏地挺身的變換型 兩手先一伸 接著回到胸部兩側 向上的推起 推起的時候核心收緊 感受到胸肌的運用 身體一直線的推起並下降 一樣動作過程我們不求快 兩手回來的時候背部有伸展的感覺 接著一推 很好最後的10秒 好 2 1 休息20秒的時間 下一個動作 下一個動作 背部的拉伸 一樣我們維持在趴握的姿勢 兩手往前的盡可能的延伸出去 接著拉回 停留在上方 我們的兩腳可能會有一點微微的抬起 沒有關係 但是把我們的意識放在我們的擴背肌 停留一下 接著慢慢的延伸回去 最後3 2 1 下一個動作 一樣維持在趴握的姿勢 兩邊的手彎曲 並固定在頭部的兩側 輪流的向側邊的抬起 抬起的時候儘可能感受到擴背 並慢慢的下降 因此抬起的節奏是1秒 下降的時候3秒 背部持續的發力收縮 你會感覺到單邊擴背肌群的運用 3 2 1 3 2 很好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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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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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 3 3 5 5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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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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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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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 5 6 5 6 6 6 5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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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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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 8 8 9 9 7 6 7 7 7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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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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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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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 9 10 9 10 10 10 9 1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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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1 10 10 來到今天訓練的42%咯 休息同時可以先準備一張椅子 儘量選擇不會滑動的椅子 或者你也可以在椅子下方墊長瑜伽墊 來到椅子的前方 兩手織放在椅子的兩側 或者採取一個你舒適的一個手的距離 我們要做的是椅子的伏地挺身 穩住上身之後 接著一直線的下降 下降的時候核心也同時的收緊 腰部不下沉喔 慢慢的下降 接著用胸肌的力量推起 手臂作為輔助也會感覺到痠 5 5 4 3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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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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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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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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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 3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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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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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 多的力氣 再快一點 加油 倒數10秒開始酸了 3 2 1 30秒的休息時間 下一個預備動作呢 您的兩手會撐在瑜伽墊上 兩腳踩在我們的椅子上 我們要做的是登山者 椅子的登山者 並仰賴核心的穩定 與手臂的支撐能力 在做登山者的時候 建議加一個小小的轉體 側腹會更有感喔 午休息下一個動作 高平板支撐 兩手一推屁股抬高 接著緩慢的回到平板的姿勢 可行持續的收緊發力 這個動作也非常仰賴到手臂支撐的力氣 跟著我堅持下去好嗎 最後的5秒了 3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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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2 1 1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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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1 2 1 2 2 1 2 2 1 2 2 2 3 2 1 休息20秒的时间 下一个动作轮流的跪姿伏地挺身 两手轮流的向左右侧移动 接着做跪姿的伏地挺身 核心收紧 让我们的上半身一直线的下去 接着用胸肌发力起身 两手移动过程中 我们的手臂也要强壮有力 加油 跟着我一起坚持下去 5 4 3 2 1 稍微的休息一下 恭喜你来到今天训练的最后一个动作 先从反向的平板支撑开始 接着轮流的碰对边的脚 这个动作也是稍有挑战度 核心躯干稳了之后 再将我们的上身抬起 触碰对边的脚 过程可能会稍有一点不稳 相信自己可以完成 不要在最后一刻放弃啊 只剩最后的10秒了 倒数3 2 1 恭喜你完成今天的训练 今天的你非常的棒哦 哇 大家都知道 妹平常是在健身房局 那种大重量做机械是器材的人 我觉得我做这一组上半身 也是超级有感 完全有乍到的感觉 我相信你们也有同样的感受 一样 如果你有成功挑战完成的话 在下面打卡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